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姐 我等了你好久啊 看来妹妹也是想找我叙叙旧了 姐姐还记得这个呢 你怎么会有这个 怎么啊 姐姐也喜欢这个呀 一句话 它是很特别呢 你在哪儿找到的 姐姐忘了吗 就在郊外的悬崖底下呀 你别以为一块玉佩就可以威胁到我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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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s 姐姐 姐姐 你爹也不会放过我的 我不能因为一个女人 毁了我的一辈子 原来你跟我说的那些 寒室山 都是假的 你是嫡出小姐 又钟情于我 我没有理由拒绝 但 但若跟你私奔 我 表妹 就当我对不起你了 这些钱 你就当资助于我的 将来我飞黄腾达 必不会忘了你 表妹 你回家吧 没事的 站住 你必须要带她走 为什么 姐姐 表哥她带我并非真心 我不管 无论如何你今天都要带她走 我花了那么多心思 撮合你们两个人 我好不容易等到今天了 如今你跟我说 你不带她走了 我带不带她走 与你何干 你不带她走 我如何带她进宫 姐姐 我如何出人头地啊 原以为你们姐妹情深 原来是谁名为拦了你的路 若我不肯呢 若我不肯呢 那你就去死 子昔 我要走 说 走 与你 我 冲 你 好 我 你 我 你 你是为了帮我 它是自己掉下去的 跟你没有关系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我帮你是为了让你在我面前消失 从小到大 你害我害得还不够我 你不消失 我怎么出人头地啊 我没有 姐姐 我没有 你必须要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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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为什么要害我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害我 为什么要害我 为什么 对不起 真的不能怪我 我也不想这样 是你们都干的 是你们逼我的 是你们都该死 不怪我 你们都该死 不怪我 真的不怪我 就要下雨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想吹吹风 清醒一下 要是有什么烦心事 可以告诉我 我永远会耐心倾听 随时帮你 还有解难 是想把他调查的结果 告诉你了吗 嗯 你是在为这件事情烦心啊 是 但也不完全是 怎么说 我们明知道明慧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可是我们还是没有证据去指证他 给他定罪 没错 不过 不过 他绝对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绝对不会再让他相有法外 继续害人 殷祥 我原来一直以为 我来到这儿 是因为你 我们跨越百年再次相遇 这一切都是你指引着我 大婚之日之后 我回忆起了你 我那时以为 我的目的已经达成 可当我不断被卷入一次次纷争 我那时候才意识到 历史上发生的每一桩事件 好像都与我有关 而每一次把我推到风口浪尖 想置我于死地的人 都是明慧 我为什么来到这儿 我为什么会变成雅拉尔塔明威 这一切我想了很久 直到今天 齐香告诉我 他找到了原青的尸体 所以你的意思是 明慧不仅杀死了原青 还杀死了明慧 如果不是明慧损恿她私奔 将她杀死 我根本没有机缘来到宫里 原来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因为明慧 我想 我和她的恩怨 可能不仅仅在现在 或许在明慧生前 就已经解下机缘 所以我才要彻查她的死因 明威不能枉死 你要知道 不管你来 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明慧 遇到你 都是我天大的夫妇 明慧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会在一起 我们都可以一起挺过去 爷 宫里来人了 急召所有阿哥 附近即刻进宫 这么急着进宫 发生什么了 叔儿 今日可是十一 正是呢 附近 怎么了 音响 要做好心理准备 皇阿玛恐怕不好 皇阿玛 封楼风急 万万皇阿玛保重龙体 音响啊 儿臣在 你看 你告诉朕 站在这儿 你能看到什么 儿臣看到的是 大清的设计江山 一招大权在握 便能想着万里锦绣山河 怪不得朕的儿子们 不惜为此争得头破血流 连手足之情 都弃之不顾啊 花马 可是这天下 从来都不是朕一个人的 更不是朕这些儿子们 这天下 是大清万千子民的 若是为了一节私利 即便登上了皇位 那也长久不了 这个道理你明白吗 儿臣明白 请计划阿玛教诲 你本该是所有阿克门当中 最适合的 儿臣早已表明心意 无力承袭 朕知道你的意思 可你不想听听朕的理由吗 你自幼便和众兄弟一起读书习武 自然知道 他们大多都是 骁勇善战 其中也不乏 胸怀天下 杀伐决断的阿哥 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帝王 所必须具备的才干 胸襟和魄力 可唯独你 你有一颗豁大仁爱的赤子之心 这才是一个帝王最难得的品质 朕想你若是愿意 那可是天下人之性啊 运想何德何能 得皇阿玛如此一重 可能正是因为天性中的自在随性 让你无意担此重任 可是朕 还想最后一次问你 朕能否把 黎明苍生 都交托给你啊 皇阿玛 只要儿臣再一天 定会拼尽全力 保大清江山无鱼 但儿臣不得不辜负皇阿玛的期望 儿臣不在 今生为悦 辅佐明群 罢了 起来吧 谢皇阿玛成全 站在这儿 一切皆在脚下 是无数人不可企及的高度 正如你所言 城楼风急刺 这高出不胜寒的道理 恐怕只有你 最先看得透 既然你想当个贤王 那朕就把这天下 交付给你最信任的那个人吧 四爺 一切请准备讨当 尊圣谊 戒严前进宫 不管是哪位王爷阿哥请求觐见 一律不得放入 有违抗者 当即论罪 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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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起来了 花阿玛 您怎么起身了 外面怎么样了 一尊花阿玛之意 封锁了整个前进宫 好 外面的宫门 由你负责罢受 朕就放心 儿臣 儿臣定不负皇阿玛诸套 皇上 去 叫十三附近来见朕 朕 那我在这儿就去 朕 老四 你也下去吧 儿臣告退 宫请皇上圣安 平身吧 是 你一想 真是找了个好福建 皇上太爱了 若非如此 朕根本不会 再给你活一次的机会 你的勇气 确实让朕对你另眼相待 但同样的理由 也让朕想过 要除掉你 可您最终还是放过了我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可你再聪明 也永远都不会了解 一个帝王 所要考虑和顾全的事情 不过这些 不重要了 朕现在有件事情 要托给你 朕不仅 你更是维系 他们两人关系的纽带 所以 朕不会杀你 就是要你好好地照看好他们 林宁明白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燕小 也会竭尽自己所闹 把他们兄弟二人和你 好 朕是不会看错你的 你跟印翔一样 都是至情至性之人 朕八岁即位 十四岁清正 再未多年 拼尽一生 就是想 让这大清的江山永固 可如今 也到了不得不放手的时候了 皇上 你相信这世上 有长明百岁之人吗 朕是不会信的 什么龙体永康 万岁如意 那不过都是些吉祥话罢了 许多的帝王 都惧怕死亡 但朕 从来都不避讳什么生老病死 因为朕知道 这是人之常态 朕最放心不下的 是大清 去给朕倒杯水吧 是 朕有些累了 朕无非是想 有生之年 天下太平 给子孙们留下一个盛世 朕有许多事情 都还没有做好 没有做好 已经足够了 你已不愧是一代明君 更是为慈爱的好父亲 过朕如此 那叫什么都值得了 康熙皇帝年少等轻 再未数十载 秦敖拜 定三番 我一日不为大清江山 尽心竭力 可是此刻 他最放心不下的 其实还是他的子女们 否则又怎会对我亲自嘱托 百般定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